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连串把所有护瓜会做的都做完了 告一段落 怎么又来一个 我们两个就在那苦思 我们小时候到底还吃过什么样的护瓜料理 终于给我们想到了一个 夏天吃什么最好 夏天吃凉拌 咱们今天就来分享我们家 凉拌护瓜的做法 不过在做护瓜之前 咱们还是来讲讲那个护瓜的小故事吧 我们从女娃福西 讲到了雷电闪攻的雷公和店母娘 咱们今天来讲个小故事 古兽 大户人家不是房子都很大吗 然后大户跟大户中间 中间不能是直接一个墙 中间还有一个小巷子吗 有一个姓孟的人 大户人家他在家里种了一颗瓜 就长着长着长着越长越大 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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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隔壁家去了 隔壁这一间大户人家姓江 结果好巧不巧 从孟家长的葫芦瓜 跑到隔壁江家 结了一个大葫芦 这个时候两家人就开始吵了 两家看着眼红 孟家说这是我家的 这从我家长去 跑到你家结了 这是我家的瓜 江家说 长着什么 在我家结的就是我家的瓜 两家吵了个不可开交 结果有一天 两家终于坐下来好好谈 算了没什么好吵 这小事嘛 不就为了一个大胡瓜吗 结果他们就讲好了 把那个大胡瓜摘下来 放到中间 咱们剖开 一人一半 这事就结了 结果没想到 大刀一切 啪啦一下 忽瓜中间居然蹦出个小女孩 一切下去还在那挖挖大哭呢 嘿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啊 名字啊 这个小女孩 非常有名啊 是孟家长出来的胡瓜 跑到江家结了个大葫芦 这个女孩就被取名叫 孟江女了 所以我们没听过孟江这个父亲 怎么历史上跑出个孟江女 老婆孟江女做了什么事啊 哭打长情 因为她可能我觉得小时候 被关在这个葫芦里面 心情不好 啥都不会 只会哭嘴 哇 长成就被哭倒了 好恐怖啊 咱们今天再来做最后一道 护瓜料理 老婆时间交给你 哇好多毛啊 这样看得到吗 看得到 可以哈 超多耶 对我们就说你在买护瓜的时候 就是要买这个毛很明显 昨天拿到这个护瓜的时候 这样一摸手上就是毛茸茸的 代表它很新鲜 就昨天我们原本很期待 老师要拿什么 我跟我同学 结果老师一拿出 原来这给你 我们的店都已经三条线 然后还要很开心 哦谢谢 我们先把头切下来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种丝瓜 嗯 对 每天节 连吃好几个礼拜 真的 对我就趁上学的时候 从下面把它给砍了 这样吃的摸都还是毛毛的 对哦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把皮先给削了 好嘞 OK 削个皮 这一颗好像比较小 还好比较小 对对对 其实也挺好吃的 只是想换个花样嘛 对就是每天吃 本来小孩要抗议了 对 好 我们把皮削一会儿 很像柚子 嗯 有点像 好 中间 怎么没有小女娃呢 这个有够嫩的 有的问题就大了啦 哇 很嫩 超嫩的 对 好 我先把它 切一下 切成半 对 不过中间那个囊啊 嗯 的部分我们还是把它先稍微去掉吧 对对 因为第一个它是海绵状 它容易吸水 吃起来口感比较不一致 对 第二个啊 它的籽里面容易有生物碱 嗯 尤其是在生死或者是 汆烫不是特别熟透的时候 能把籽去掉还是比较好一点 安全一点 当然如果你要煮熟的话就没问题了 好 好 咱们把中间的囊给它去掉 不超嫩的 嗯 真的超嫩 难怪是那个新鲜现材的 对 好我就这样子切哦 好的 把它切成这种薄片 好嘞 咱们切一块 哇都切好了 嗯 其实我们就切薄一点 对 因为这个是要凉拌用的 好 勾好了 好 这样就是半颗 看起来有点像巴拉 有点像 对不对 像是水果一样 好然后呢 接着我们先来切其他的辛香料 好嘞 香菜 这个季节都是香菜 我每天都有香菜 对刚好都是我爱的 太多了 不会 这已经很少了 然后呢 这个蒜 蒜头我们就尽量把它切 越细越好 切成小木 越是小木 好 慢慢切一块 对 好 摔摩切好了 嗯 接着呢 就是辣椒圈 对 这个辣椒圈 除了辣度之外 其实它还提供了一个配色的功能 对 好 那我们就可以去汆烫护瓜了 走 水烧开了以后 在里面加一点点的盐 其实我们一般在做中餐的时候 烫烫的时候都会加一些些盐 嗯 它就是可以让这个青菜颜色变得比较翠绿一些 而且它会带一个淡淡的咸味在里面 有的外面餐厅会加小苏打 哦对 也是让它翠绿 对 这很快哦 我们就让它先烫一下 刚看起来巴拉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青芒果 我觉得比较像芒果 对 很像在做芹能果 你应该想吃了 其实它还没有完全沸腾 但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的口感是有点脆脆的 对 所以现在就把它捞起来了 好嘞 颜色漂亮啊 漂亮 对 我们就赶紧把它放凉 OK 他们护瓜拿去电风扇吹凉 这次我们来调个料汁 对 这样有一点点就好了 对 因为我们希望它颜色是比较干净的 比较漂亮一点 糖 糖 这样一点点的盐 对 因为我们酱油只有一点点 所以盐我就稍微加了比较多一点点 而且刚才汆烫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那个咸味了 这个我用的是白醋 我觉得这个东西配糯米醋特香 对 醋要稍微多 不酸的话也不好吃 再来就是香油 香油要多一点点 凉拌的三合油啊 嗯 就是酱油白醋加上香油 然后这个芝麻 芝麻 现在芝麻吃到的时候就香香的 对 这样子把它调匀 这个酱料就好了 不这么简单 嗯 就完成咯 诶 现在护瓜稍微放凉了 对 颜色好漂亮 很漂亮 我直接先吃一个看看 嗯 还有一点点脆 其实好甜喔 直接这样吃就是吃到护瓜清甜的味道 对 其实蛮好吃的 把它先倒进来 好 倒进来以后 把刚才的这个辣椒 还有蒜末 先下来 香菜等一下再下 不然香菜一半啊 会变得烂烂的 对不好看 对就不好看了 OK 这样子用我的五爪 稍微轻轻的把它拌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以拿去那个 对 很漂亮 面摊 就是装一小碟 好 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好香 光这样拌就超香 对 然后呢 我们要装盘前的时候 再撒一些青菜 好 这样放着就好了 老婆 它是香菜 不是青菜 那我刚才说什么 哈哈哈 不要想欺骗大众 好 OK 要准备试吃 讚 哇 这个酸香味喔 特别特别棒 超迷人的 而且颜色真的很好看喔 翠绿翠绿的 咱们赶紧来尝一口 这个辣椒会辣死人的 不要乱吃 你看一个特写 这个薄片 你看薄薄透明透明的 对 好清爽 它下面这个囊的部分 海绵体它会吸的 吸饱了汤汁跟味道 外面绿色的部分 还带有一点脆口 嗯 嗯 刚好有一种复合型的 感觉在以后 嗯 所以只能汆烫一下 好吃耶 你觉得这个冰了以后更好吃 夏天 台湾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做凉拌糊啊 不过真的特别好吃 大家回去试试看 清爽开胃 超好吃 嗯 而且一下就做好了 超快 简单快手菜 营养好吃 尤其现在护瓜盛采的季节 不要等到护瓜锅出来才做这道菜 如果你用护瓜 平常又没吃过 赶紧做一下 张西饭谈 咱们明天见 拜拜